就是要健康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2月2號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邀請到兩位來PK的 爸爸跟媽媽 趕快來歡迎他們 首先歡迎的是蔣偉文 Jacko哥 爸爸 爸爸 今天是爸爸PK媽媽了 不過這位媽媽可厲害了 聽說她的手藝也非常很好 趕快來歡迎的是余皓然 皓嵐姐 哈囉 大家好 你尊重一下媽媽好不好 對啊 皓嵐姐是手藝很好的 她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喔 好 待會兒兩位來PK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帶來我們歡迎的是營養師 我們歡迎是婉萍 好美喔 大家好 謝謝 營養師也是媽媽 對 我是三個小孩的媽媽 對啊 所以今天 其實我們PK的重點就是蒜頭 聽說今天兩位來賓 Jacko哥跟我們皓嵐姐 對於蒜頭好像都滿喜歡 大人都很喜歡吃蒜頭 那可不一定啊 因為蒜頭幾乎在每一種料理裡面 都會有蒜頭 而且蒜頭是讓所有的料理 它的味道變得更好 然後它就更有層次感 而且更豐厚的感覺 我們喜歡是因為我們結了婚了 對啊 結了婚就不在乎清嘴方面的事 結了婚就可以不用在乎 清嘴有沒有蒜味是不是 也就比較少清嘛 你講到重點突破盲場了 但小朋友對蒜頭 他會有害怕的感覺 因為蒜頭帶了辣的味道 蒜頭不管是生的蒜頭 或是炒過的蒜頭 它都會稍微有點辣味 但如果充分加熱過的蒜頭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辣辣的感覺 對 大人都很愛蒜頭 聽說浩仁姐家的中平哥 除了愛植物以外 更愛蒜頭 他愛到我只要每次晚上 一進我的房間 我就可以知道他今天有沒有吃大蒜 而且你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人上了年紀 對 他吃大蒜 除了嘴巴會有蒜味之外 我第一次發現 連皮膚流出來的汗 像印度人一樣 吃到那個身上都有咖哩味 真的 就整個房間都蒜味 然後進到廁所 他剛剛上過的小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會會 因為大蒜其實有一些 是水溶性 脂溶性 所以其實如果你量 真的多的時候 你連尿液量都會有味道這樣子 因為他吃火鍋都會一大碗蒜這樣 這樣才好吃 所以整個房間的蒜味 要到第二天中午 才會慢慢的 才會慢慢的不見 浩仁姐 那中平哥在跟你談戀愛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很喜歡吃蒜了嗎 還是說那時候比較有節制 我那時候都是吃口香糖 然後結了回之後 反正清水次數比較少 就可以盡情的吃蒜 真的 所以我兒子現在20歲 我每次叫他吃蒜 他就說不行 等一下要跟女生去看電影 或跟女生去哪裡 他說蒜味會湊到女生 所以是中平哥愛吃蒜 那小朋友都不愛 兩個孩子都不愛吃 女兒是完全不碰蒜 那兒子的話就是看 等一下會不會跟女同學 出去來決定 那我的話就是 如果今天想拒絕我老公的時候 我就會吃蒜 哪有差 這是一個暗號是不是 這是一個 不是 就是你們兩個都蒜 就是蒜味夫妻倆 不行 他也有蒜 你也有蒜 就沒差了 Double蒜這樣 對啊 可是有時候蒜頭是這樣 因為像我小朋友也不愛吃蒜 可是他的問題是他 他從來都不知道 他吃了很多的蒜 對 可是他看到蒜頭 他就 他幫我剝蒜頭 他會剝 剝的時候他有聞到 他就 他就覺得這很噁心 不要吃 可是他並不知道 所有的譬如咖哩 或是飯飯 或所有東西都放了蒜頭 對啊 其實蒜頭如果好好處理的話 是非常美味的 不過現在天氣漸漸變冷 感冒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網路上就出現了一些偏方 教你說可能這個加什麼 可以治感冒 這個加什麼 可能喉嚨就不會痛了 我看到一個 我最想試試看是說 喉嚨痛 居然可以吃冰淇淋 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來聽聽小兒科醫師怎麼說 把沙士倒進已經打好蛋的空杯裡 實際攪拌後 顏色慢慢由黑轉黃 味道超特別 沙士加雞蛋號稱能夠治感冒 我們現在就來實際喝看看 味道怎麼樣 極色的結果 這個味道其實喝起來 就有點像是牛奶的味道 就是有糖分的來源可以當能量 那另外裡面 蛋白裡面還有一些蛋白質 也是我們營養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要求的要素 免疫力比較好一點 我們對抗病毒 對抗絮菌的免疫力也會提升 但除了沙士加雞蛋 其他像是吃冰淇淋 或是布丁烤橘子和冰糖 敦梨等等 也都因為吃起來甜又軟 方便小孩入口 對治喉嚨痛最有效 但其他像是蓋棉被悶出汗 或是熱鹽水泡腳等等偏方 恐引發併發症最好避免 有時候你如果脫水的狀況之下 你悶不出汗的 你當你身體很虛脫 你循環不好的時候 你很容易有這些病毒入侵 你的身體就會到處跑 那你的免疫力不足以去對抗它 你就會被它打敗了 所以天氣變冷 感冒人數暴增 醫師提醒這些偏方 頂多緩解症狀而已 要想真正痊癒看醫生抓藥 還是免不了 對啦 如果真的感冒還是必須要看醫生 不過也有聽說說快感冒的時候 吃大蒜有效 真的嗎 真的 其實就是說我們以前 就是古時候沒有這麼多的藥品可以用 所以其實大蒜它就是天然的抗生素 它對於某些細菌或病毒 它是真的有殺菌的功效 那你知道古時候的偏方 它就是把大蒜拍一拍 就是用吞下去 就是預防感冒的一種方法 直接吃喔 你看現在我們有把大蒜做成大蒜素的營養品 它其實功效之一 就是對於預防感冒疾病 還有降低三酸甘油脂 都是一個功效性的 現在在市面上坊間 是不是還有賣用蒜頭做什麼蒜精 黑蒜頭 什麼蒜做成什麼錠 可以保養身體的 所以吃那個也是對身體保養也有效的 對 就是說當然我們還是要看功效性 因為我們今天是 對 我們今天的族群是兒童 兒童不可能讓他吃這些用吞的東西 對 你看如果小朋友去吃山東水餃的時候 在那邊剝大蒜這樣 然後配水餃 還是配什麼冠牆 你覺得像話嗎 對 如果小朋友做成什麼 蒜味冰淇淋或蒜味雙淇淋 他們應該會滿愛的 蒜味冰淇淋 所以我覺得 對 我應該分享一下 其實大蒜因為小朋友 因為那個味道 所以小朋友真的不愛 但是其實這種季節 你知道天氣變化的季節 像我們家就很愛煮 就是大蒜蛤蜊雞湯 對 因為你知道 那個很好喝 對 比如說一鍋我就有30顆大蒜 可是孩子不會排斥 因為那個大蒜煮完以後 都化掉了 然後因為蛤蜊很鮮甜 然後雞湯又有雞湯的鮮味 所以喝下去以後 他們其實不會排斥 所以如果爸爸 媽媽 你們家孩子不愛吃大蒜 試試看 這是一個預防感冒的好方法 了解 不過很多人 買大蒜回家之後 就在問說大蒜要怎麼保存 我們待會兒會詳盡來聊一聊 先來看一則娛樂新聞 前陣子孫燕姿因為在金馬獎 表演的時候唱歌 然後因為感冒頻頻走音 就被網友炮轟說 怎麼唱得這麼難聽 走音走得好誇張 讓孫燕姿有一點懶受香菇 但是孫燕姿就說 希望大家不要退他粉 而且他快發專輯了 恭喜孫燕姿 期待這一個幸運和一個衝擊 華語天后孫燕姿上週六 擔任金馬五三表演嘉賓 因為感冒表現失常 遭網友炮轟該退休了吧 讓他難過的直說 真的很想死 其實孫燕姿在彩排的時候 表現還算正常 雖然有點咳嗽 但是鼻音並沒有很嚴重 我已經受到影響了 我已經在感冒當中 可是我覺得明天就會好了 可惜上場當天感冒還是沒有好 孫燕姿雖然敬業上台 演唱卻頻頻走音 特地從新加坡飛來住正 卻表現失常 讓自我要求很高的孫燕姿大受打擊 一項很少在微博上發文的 他在金馬獎表演之後的連續三天 都PO出辛勤文和回應 除了向金馬獎道歉 也感謝給他鼓勵的粉絲 和演藝圈好友 看得出來他真的很在意 不過現在的孫燕姿 已經漸漸走出低潮 也透露接下來會專心籌備新專輯 請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所用的主題就是蒜頭 我們剛剛其實提到 蒜頭很多好處 但是你知道蒜頭 最近菜價很貴 聽說前陣子蒜頭飆漲到一個 太誇張的地步 如果說蒜頭價格往下降一點點 很多人喜歡吃蒜頭 就開始囤積 可是你知道蒜頭 其實很容易壞掉對不對 浩然姐 你們在家怎麼保存 因為像我都會秤便宜的時候 去買很多 然後不要買散的 因為散的比較貴 買弄一球的回來之後 我會先把它剝開來 有些媽媽會覺得 好像冰在冰箱 可以放比較久 其實是錯的 因為冰箱我們有時候 開關開關那個濕氣 會跑進去 所以薑 蒜 放在冰箱 很容易發霉 我會把它剝開來 然後放在廚房通風的地方 可以放很久 如果說你不想要這樣做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剝開來 把它通通 譬如說一袋我把它切片 一袋把它壓水 然後我用小的保鮮膜 包起來冰冷凍庫 所以我今天要炒菜的時候 我就會從冷凍庫拿一小坨出來 那樣子可以放更久 是 因為我看到很多媽媽 她們平常買蒜頭回去 整粒就放在那邊 覺得很完整 結果沒想到 過一個禮拜拿出來之後 外面看起來是非常完好如初 一打開來 裡面黑到發霉 很恐怖 所以要把它剝開來 而且台灣天氣又這麼潮濕 所以一定要剝開 而且趁著大太陽 記得曬棉被之外 還要曬蒜頭 對不對 好 但是剝蒜頭 很多人都覺得很困擾 到底要怎麼剝 會剝到很火大 乾脆不要用了 對不對 因為剝蒜頭很討厭 而且你剝的時候 當你越剝越久 你手的指甲裡面會痛 因為蒜頭它有一個那個 而且你知道那個蒜味 會跑到指甲的細縫 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蒜頭有一個好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微波爐 把它稍微加熱一下 大概只要打個15秒到20秒 稍微把它加熱一下 它就會熱脹冷縮 然後它水分拖一點 它外面那個膜很容易就要濕掉 骨肉分離 如果你不想把它加熱的話 因為加熱會影響 蒜頭的一個味道 我自己在做菜最好的方法 就拿菜頭一拍 拍了以後 它外面那個膜 就會跟它的肉分離了 分開 你就直接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覺得拍的方法是最快 是 可是外面其實 還有賣一種東西 我們今天本來很想 拿它弄來攝影棚 但是好難買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 很像水管狀的東西 塑膠的 對 塑膠的 然後你把蒜頭放進去 就這樣勾... 搓一搓就可以了 可是重點是很麻煩 它一次只能搓一顆 沒錯 對 但是就是不會沾到蒜味 但坊間有著一種說法是說 如果你吃蒜頭 蒜味太重的話 你含一片蘋果可以解蒜味 營養師有聽過嗎 你竟然用腹部在笑 你在恥笑我們 蘋果可以嗎 其實應該笑又不佳吧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對 因為我也曾經吃蒜頭 有人說什麼喝牛奶可以解 然後吃綠茶 吃抹茶 其實都很難 因為它那個蒜的那個味道 它真的很強 它很容易吸附在我們的舌頭上面 這樣皮膚上面 真的很難 但是也就是因為它這麼厲害 所以它相對 它在抗菌的部分 所以它才會達到一些 保健的效果這樣子 而且蒜頭裡面 是不是有果寡糖 對 它是一個很妙 就是大蒜其實它裡頭的果寡糖 是我們的腸道的益生菌 專用的一個好食物來源 對 所以其實像我們 醃泡菜的時候 不是也會放大蒜嗎 我們炒菜的時候放大蒜 或是有時候烤牛排不是嗎 也會有那個烤大蒜對不對 對 烤大蒜很好吃 對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很幫助我們的好菌長大 因為你看我們吃牛排的時候 壞菌容易增加 可是你配個大蒜 就會讓你的菌蟲是好的這樣子 了解 這就是為什麼吃牛排 要配大蒜的原因 不過今天小朋友 有些人真的不太喜歡大蒜 尤其小朋友對蒜味就很敏感 很排斥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蒜來PK 到底是爸爸會贏 還是媽媽會贏 就要看你們端出什麼料理了 今天Jacko爸爸要端出什麼料理 就是剛剛他講的香菇蒜頭雞 什麼東西啦 他剛剛講是小朋友 比較改吃這個 不是 小朋友應該不太適合 香菇蒜頭雞 我來做個裝蒜聰明蛋 裝蒜聰明蛋 對 因為我們用這個小朋友 喜歡吃的蛋 因為尤其蛋黃 小朋友特別喜歡這個味道 對 然後用奶油跟大蒜 稍微加熱過以後 把大蒜那個辛辣味 取掉一點以後 再用蛋黃跟馬鈴薯 打成蛋黃 馬鈴薯 泥 然後加一點小朋友 喜歡的美乃滋 然後用擠花袋 把它擠在這個蛋上面 通常這道料理 其實是應該叫做魔鬼蛋 給大人吃的 因為它會加辣椒在裡面 但是我們換成小朋友 就裝蒜聰明蛋 看起來很好吃 小朋友應該滿買單的 不過皓然姐不是省油的燈 皓然姐推出什麼料理 頭好壯壯之活力早餐 它這個很有誠意 它是一個set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 不要這樣笑 小朋友都很愛吃披薩對不對 我就運用披薩的原理 把蒜頭 薯泥 然後放在法國麵包上面 再加小朋友很愛吃的起司 感覺 下去烤 而且是一人份的 早餐吃這個 你看那個小小的怎麼會飽呢 我跟你講小朋友 早就吃膩披薩了 每天都吃披薩 Jacko哥你那根本就是finger food而已 對 因為小朋友 只喜歡吃finger food而已 小朋友哪適合吃finger food finger food大人吃的好嗎 不會 相信我 而且我這裡有一小心機 待會兒你看就知道了 小心機我們待會兒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待會兒就Jacko哥先登場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個周杰倫的新聞 周杰倫 周董在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他既然自爆 他自己非常非常愛打電動 他打電動承吃到什麼程度 他竟然可以一路打打打 從外上打打打打 打到清晨7點 早上7點鐘 唉呦 小朋友 看這個新聞千萬不要學喔 兩周天王周杰倫一號出席 機車發表記者會 自身是網影少年的周董 竟然自爆沉迷於電玩世界 玩到差點連小周周都不顧了 有時候會打打招呼 早上7點 如果我沒有演唱會的話 唉呦 這是錯誤示範 小朋友不要學喔 熱衷於電玩的周董 只說會聽媽媽的話 少玩電玩多陪小周周 以前我媽比較會練舞 對啊 那這個 現在 反正已經是代言人了嘛 對啊 代言人這個很稱職啊 我覺得蠻好的 沒想到我們周董為了電玩 竟然也練就了一手爆娃 一手打怪的超強技能 我在打的時候他在睡覺啊 所以其實 其實 還是有照顧到 現在有練就 可以一手抱他 然後一手打他 這個其實我覺得 很多玩家 如果說是這種 新手爸爸 應該都是常常練就一手 對不對 一手抱他 然後一手自己操作 超級奶爸傑倫也說 雖然自己平時講話咬字不清楚 但跟女人小周周說話時 竟然會用碟字 不可能 不可能在那邊講 為什麼 不明奇妙 這個肯定是 會變成碟字吧 因為你會覺得他 如果講得太快 或者是 平常我腳是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都會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PK賽用的食材就是蒜頭 今天Jacko爸爸先登場 要做出的這道是 裝蒜聰明蛋 是的 裝蒜聰明蛋 當然顧名是 就把蒜 裝到這個聰明蛋裡面去 好簡單 其實蛋 其實算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整的營養 這裡面有蛋白質 對 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有的是水煮蛋 好 我們的食材 水煮蛋六顆 不過我們今天先示範兩顆 然後馬鈴薯一顆 大蒜六顆 有鹽的奶油 要強調是有鹽奶油 50克 帕瑪森起司粉三大匙 美乃滋100克 黑芝麻一小匙跟紅蘿蔔一根 美乃滋100克算滿多的 美乃滋可以隨意調整 如果對營養師在現場的話 調成50克就好了 OK 好 而且沒有去 你學聰明了 你上次又被攻擊 這是聰明蛋對不對 而且其實美乃滋 也可以換成優格 如果要的話 好健康 好 現在我們就先把這個蛋 如果有餡的話 用餡比較好 對 就水煮蛋 我們直接把它切開來 然後像這顆蛋 煮的時候就煮得不是很好 因為它的蛋黃在旁邊 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把這個蛋黃就擠掉 這個是它煮得不好是不是 對 它煮的時候 盡量讓它煮在中間 它這樣旁邊這個蛋白太薄了 我怎麼能夠控制 它在中間還旁邊 你在煮的時候 你稍微撥動一下水 譬如說蛋放到水裡面的時候 用冷水去煮它 你撥動一下水 要轉圈圈 讓蛋會這樣晃動 這樣它的蛋黃會 比較置中一點點 原來是這樣子 學起來了 然後煮這種蛋 就是你把它在滾水裡面煮兩分鐘 然後把它火打開來 你看這兩個蛋都煮得不是很好 這很明顯 一直狂抱怨 定不關心這個蛋 丟進去就走了 因為這個蛋盡量在中 盡量有 盡量中間一點 這樣也可以用 因為如果蛋盡量是在中間的話 你待會兒弄那個 裝蒜聰明蛋的時候 你擺盤會比較漂亮 對不對 其實漂亮是一回事 可是它這個容易破 容易破的話你不好裝 就是因為它要當容器 對 好 這邊OK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蛋黃 我們就丟在這邊去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些馬鈴薯 因為我們只有兩顆蛋 所以我們馬鈴薯就用到同等量 一點點就好了 像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 先把它壓碎像這樣子 當然因為這馬鈴薯 最好是把它用微波爐打過 或是把它稍微煮過都可以 把它煮到爛一點 把它稍微再壓爛 像這樣子 一定要用叉子 因為叉子它前面有這個 就是尖尖的部分 對 尖尖的部分這樣可以擦 因為如果說你不把它壓得很碎的話 待會兒擠出來會很難擠 因為你的擠花袋前面的口 會不夠大 它就會卡在洞口 擠花袋的那個口 就是要控制那個大小 對 好 這邊稍微壓一下以後 我們就開始放入 我們今天的主角 那就是蒜頭 你蒜頭怎麼處理這次 蒜頭因為這邊 我們是先把它切碎了 然後在家裡 像這個是奶油對不對 奶油 你應該把蒜頭放進去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這邊放一大匙好了 你現在放醬子 大人就覺得很好吃了 但小朋友不行 然後我們現在應該去加熱它 加熱 至少加熱個30秒 讓它這個奶油加熱 然後把裡面的蒜頭稍微煮過 煮過的蒜頭 它那個辛辣味就會降低很多 現在是大人喜歡吃的 超香的 好想炒蘑菇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炒蘑菇一定超好吃的 然後把美乃滋放進去 等一下 所以我們要放一點點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這邊加一點味道 做文化劑就好了 起司粉 加一點起司粉 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直接再把它 其實超簡單的 對 你會發現剛剛很乾 像這些比較 湯湯水水的東西 像油脂的東西 很容易變成比較綿密 是 對 你要有犧牲你的叉子的一個 一個那個 為什麼 叉子會變形嗎 叉子會變這樣 你會越壓 所以你要拿粗一點叉子 對 我覺得這道料理目前看起來 很像是那種 媽媽在做那種 馬鈴薯泥的沙拉 是的 的那種感覺 這道料理的變化版 就是你把馬鈴薯加多一點 裡面可以加火腿加玉米 然後把它放冰箱以後 你就可以變成一球的 這個馬鈴薯冰淇淋 對 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而且裡面還可以 偷偷加紅蘿蔔 沒錯 所以它的其實變化版本滿多的 是 好 稍微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我們 只要確定它裡面 像這種大顆的馬鈴薯 一定要稍微把它壓過 不然待會兒擠的時候不好擠 好 就先這樣子 像這樣就OK了 為什麼用有鹽的奶油 我們就不用再加 另外加鹽巴了 然後我們的起司粉也有鹽 鹹的味道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這個 裝入我們的擠花袋裡面 我給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使用擠花袋 好的 外面可以買到像這種擠花嘴 塑膠也有這種鐵的 像鋼的 鋼的和鐵的 它這個口會比較大一點點 會比較建議用這種的 然後這邊擠花袋到處都買得到 所以我烘焙店很多 稍微把它量一下 前面稍微把它 前面這個地方把它切掉 我還沒用過擠花袋 可以學一下 把這前面切掉以後 對 然後把擠花袋從這邊 從大的口放進去 塞進去 塞進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很簡單 OK 所以你這邊盡量不要切太多 你會突出來很多 然後你要放這個料的時候 你最好就找一個咖啡杯 然後把這個放在裡面 譬如說這個碗也可以 像這樣子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直接把它倒進去 就可以了 那倒了以後 我們倒進去 反正我這邊都已經做了 給你看 好 我們直接來示範一下 怎麼用擠花袋 倒進去 其實這道料理 目前聞起來就很香 都還沒有加上那個 沒有把它裝到那個容器裡面 那營養師 現在目前看起來 Jacko哥用的食材 尤其是馬鈴薯的部分 適合小朋友吃嗎 其實非常適合 馬鈴薯它其實本身對於大人來講 就是很健康的食物 因為它是零脂肪 零鈉 就是趨近於零這樣子 趨近於零 因為每個馬鈴薯的品種有點不同 但它都是0.0多少這樣 所以趨近於零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食物 當然就是說 其實當然炸薯條就不健康 因為是外來的油分 薯餅薯條可以多吃嗎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誤會 覺得馬鈴薯不健康 是炸薯條薯餅不健康 但是本身馬鈴薯非常的健康 運動完後 其實對於孩子來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補充 甲鈴薯的一個點心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說 這個現在我想 那個有沒有大蒜味現在 我聞看 因為它剛才大蒜放還滿多的 其實滿重的 滿重的 味道滿重的 沒錯 其實我當初有點想作弊 不要放那麼多大便 但是不行 不行 我們製作單位 在旁邊監控好不好 沒錯 不行這樣做 講公當時就砍了一個櫻桃樹 然後說是他砍對不對 是講公嗎 這個是牛頓 牛頓 你要說牛頓 牛頓是蘋果 對不起觀眾 好 我們來擠好不好 這是蛋白 我們就直接要擠進去 擠花袋好擠 它有一個比較 直接這樣擠 你可以擠多一點 多出來一點點沒問題 怎麼明明就是一個 你知道中式料理 然後用感覺很稀式的做法在做 對 放在那個湯匙上 就感覺是那個點心 就是Binger food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人就吃 然後最後 而且好漂亮 最後你可以用紅蘿蔔 你確定要加紅蘿蔔 對 因為紅蘿蔔 我們把它用糖煮過 用糖煮過了 用糖煮過了 但是我們做了一些裝飾 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用什麼糖去煮 只要用普通的白糖 二砂糖都可以 稍微煮一下 好可愛 然後過來把它做成一個紅棺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真的 Jekyll爸爸有備而來 浩然媽媽 心機很重 立刻 然後還要再做一個這個小嘴巴 還做小嘴巴 而且剛剛他 你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原本拿這個都沒有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然後浩然媽媽一出來之後 他馬上在旁邊弄一些用糖 但其實有一些 過多的裝飾不見得會 真的 然後最後我們要再用一些黑芝麻 把它當他眼睛 眼睛 好可愛 我感覺還滿好看 對 很漂亮 很像是一隻公雞是嗎 對 是公雞嗎 對 它是一個小小的雞 好可愛 看起來是真的 小小的雞是什麼啦 妳有幹嘛講小小雞雞 我覺得又不太對 小小的雞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都喜歡吃桌碟子 對 對 對 小 你別一塊來吃小雞 小小雞 小小雞 小小雞比較好聽 voilà 這樣就完成了 好可愛喔 小小雞聰明蛋就出現了 超級可愛的 真的是聰明蛋 對 大家如果覺得 這個工具要去拿買 很簡單 這是妳的睫毛夾 這是妳老婆的 就是妳的眉毛夾就可以了 對 但是用酒精消毒過後就OK了 是 好 其實剛剛Jacko哥 除了用我們剛剛提到 有很多營養成分的蒜之外 馬鈴薯 剛剛營養師也講到一半 馬鈴薯的話 適合小朋友攝取 大概攝取的量有多少 其實馬鈴薯 幾乎這樣子一小顆 就是一個拳頭大的馬鈴薯 它當作它的主食非常的OK 而且同時幾乎 它一天的維他命C 幾乎就達到三分之二了 對 因為馬鈴薯 是一個白白的食物 但是它出乎意料 它其實是一個 維他命C高的東西 而且今天真的叫做聰明蛋 為什麼 因為妳今天用的是蛋黃 我覺得它很 它有非常得意的感覺 對 看我的表情不重要 剛剛看余皓仁的表情 他是不是這樣 對 每天都不怕 對 等一下要繼續來比 那為什麼叫聰明蛋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用的是蛋 蛋黃裡頭的膽固醇很高 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兩歲之前的小孩 他們需要膽固醇 因為膽固醇在兩歲之前 是要被吃進來的 人體沒有辦法製造 所以兩歲之前 為什麼像我們說 喝牛奶要喝全脂奶 因為我們需要膽固醇 所以蛋黃是一個對護腦 柱腦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所以真的吃了以後 會變聰明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我們大人 其實很害怕膽固醇 這三個字 但兩歲以前的小朋友 其實要多補充是不是 對 其實順便也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歲之後的膽固醇 有70%是由人體製造 所以像今年 美國他們就宣布了 像蛋 海鮮 已經不列入 就是高膽固醇飲食的人 要去注意的一個 已經媽媽證明了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飽和脂肪酸 是一個更危險的東西 就是我們吃的肥肉 控肉飯其實更恐怖 是這個意思 好 我現在看到Jacko哥的這個 裝蒜聰明蛋 真的是非常可愛 但是別忘了 我們待會兒皓然姐要登場的 它不僅僅是一道料理 它是一個set 而且聽說是一個 非常健康滿分 我們剛剛營養師在旁邊都說 這倒OK 來看看皓然姐 待會兒要做什麼來應戰 不 補什麼補 好 今天的大蒜料理 我們的皓然媽媽 也不是省油的燈 今天端出的是 頭好撞撞的活力早晨 而且聽說是一個set的 原本Jacko哥剛剛看了Jacko哥做完之後 他馬上又加碼 再來一杯飲料 對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非常有心機的 去做成小雞雞 是不是 小雞 小雞 什麼小雞雞 但是我們以健康為主 因為早餐要吃得飽 一天的精神才會好 有時候我們吃一個東西 小朋友會想喝東西對不對 我們也準備了一個營養 非常豐富的飲品 好 來看看皓然姐今天準備了什麼食材 首先是法國麵包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題大蒜 馬鈴薯 巴西里葉 胡椒鹽 起司 磨好的芝麻粉 牛奶還有蜂蜜 沒錯 我現在要開始介紹 這個是我們已經蒸好的馬鈴薯了 我把它倒進去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食材 都是很天然的 然後這個是大蒜 大蒜我們跟馬鈴薯一起蒸好 你剛剛是在諷刺誰用不天然的食材 因為像美乃滋這一種 對小朋友真的不是很好 真的 對 其實我剛剛講說那是優格 優格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壓 到目前為止 你們兩個家的食材 跟做的步驟都一樣 有點類似 它是用叉子 你是用湯匙 不過它的蒜頭蒸過 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這個蒸過以後 應該就會少掉那個 酸酸辛辣的味道 而且你看我的湯匙 我是用匙的 剛剛那個有時候可能會 可以溶出一些不好的 對 比較不安全 連這個都要比 真的 給小朋友吃的東西 要安全 器具要很重要 對啊 然後把它壓成泥之後 而且很多人可能會害怕 那個大蒜味 Jaco剛剛用的大蒜是 直接把它切成末 然後放到奶油裡面 用奶油的味道 去蓋過大蒜的味道 但是浩然姐更聰明 因為她把大蒜蒸過 因為大蒜蒸完之後 它蒜味就不見 還有大蒜烤也滿適合的 對 然後我們現在壓成泥之後 我們加一點胡椒 胡椒 加多一點嗎 不行 小朋友會很嗆 那也不一定 我們今天評審小朋友 很愛吃胡椒 你少在那邊誤導 然後加一點點的鹽 也不用太多 你看真的是一點點 對 一點點非常少 因為我們以健康 這個是那個巴西里 巴西里葉 巴西里就是給它提一點味 還有它的顏色 誰知不知道那邊有農藥 對不對 巴西里 有雞的 有雞巴西里 有雞 我們要確定一下 而且是小 這個火味好強 有雞嘛 確定不是小小雞 對 有雞小農巴西里 而且我這一個很好是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 這個時候媽媽要去切 那個麵包的時候 小朋友就可以幫媽媽這樣子壓 對 就是有增加親子互動 對 因為再有一些東西 擠花水的小朋友 比較不會擠 對 你們家小朋友小時候 會跟妳一起進廚房幫忙嗎 會 因為我是非常愛做甜 妳看那大大體 妳看那麵包有多硬 像鑽頭一樣 我只是表現出難切好不好 妳敲敲看 妳敲敲看桌子看還不會硬 好輕鬆 對 好看 好 而且重點是 厚然姐今天準備的 不是什麼可頌麵包 也不是菠蘿麵包 可頌太油 大家他有跟我說 為什麼不用吐司 吐司含那量很高 小朋友不適合 是 所以他用的是法國麵包 所以麵包 法國麵包 小朋友不會講法語 他吃法國麵包幹嘛 就Bonjour 誰不會講法語 就Bonjour bonjour就好了 對 所以麵包的選擇 是不是也要稍微挑一下 就是說其實法國麵包之外 其實Bagol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項 Bagol 對 這兩種都是一個 非常沒有什麼油的麵包 可是浩然姐講說吐司 吐司真的不OK嗎 其實吐司的話相對就是 如果假設家裡有麵包機 自己做的話 我覺得很OK 如果你去外面便利商店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標示 你會發現吐司 超過你想像多的食品添加物 真的 然後我現在泥弄好了之後 我要把它抹在 就直接把它抹在法國麵包上 對 有點像披薩的那種感覺 對 你有沒有考慮要拿 另外一支湯匙來抹 對 我覺得這個好一點 對 好 來 好 所以現在因為很多人是到外面 去買這種大蒜醬 可是其實在外面買到的大蒜醬 你後面轉過來 它的食品添加物多到讓你無法想像 所以現在浩然姐是 類似像是自製的一種大蒜醬 用馬鈴薯泥跟大蒜蒸過 把它倒成泥之後 我想聞聞看那個味道 你可以 你會發現其實大蒜味多 有比剛才的濃嗎 沒有比剛才的濃 加口哥的比較嗆 然後這個是香 對 因為 雖然你有小小雞 不過它這個現在目前聞起來 蒜味沒那麼濃 雖然它是有蒜當基底的 因為我們要花一點小心機 你如果說太嗆的東西給小朋友 他真的不愛 而且其實這樣就可以吃了耶 對 這樣就可以吃了 但是我爹要再加一點東西 因為其實 小孩子不能這樣寵壞他 從小就給他吃嗆一點 給他吃辛辣一點 讓他知道 其實外面的世界不是那麼好混的 我現在要加這個 他沒有想要理你的意思 因為小朋友在長大 需要豐富的蓋對不對 而且起司 我覺得是一個小朋友很愛的 所以我現在把它 起司放在上面 其實我覺得皓然姐 你罵Jacko哥說他很賊 你也沒有不賊到哪裡去 沒有 我覺得 因為你家的起司 小朋友超愛起司的 但是我不會弄一些什麼 小雞頭 你回到你的賊賊島去好了你 而且我其實本來想吃吃看 因為這樣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真的 非常好吃 而且這只是一部分 所以今天皓然姐用的食材 到目前為止 雖然那個飲料還沒出來 但是目前為止 看起來它的營養成分如何 營養成分不錯 但是我自己分享一下 一般就是焗烤的這種起司 就是一絲一絲的 基本都是天然的起司 就是它真的是從 真的嗎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一片一片的起司 都是再製起司 對 它會另外 就是等於再次加工過的 所以是一絲一絲的起司 比一片一片起司好 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種起司 大部分我選擇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就是黃色而已 我不會選擇特別有其他的顏色 有差嗎 因為它現在是黃白香菇 因為有些會有加人工色素 我的沒有 對 所以就是大家在挑選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 就是因為有一些的顏色 是來自於人工色素 我就比較不建議選擇 了解 好的 我已經好了 然後我就等一下把它進烤箱 就好了 你看我擺盤的 也有綠綠的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其實很漂亮 我們推前面一點拍好了 OK 好 讓攝影師拍一下 其實很漂亮 我們剛剛有先烤過了嗎 有 對 然後我們現在 有在烤箱裡嗎 有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浩然姐做的這個 麵包的部分 對 看起來很好吃 很好吃 你看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 而且小朋友看到就會很愛 而且營養滿滿 頭好壯壯 對 我覺得Jack哥哥 你真的皮要繃緊一點 看一下 來 也還好 真的嗎 好 但是這個還不夠對不對 還不夠 你今天要加碼 然後我要 因為吃完這個之後 口會有點渴 我們要打一個營養的 牛奶 鮮奶 如果你對鮮奶 有一些敏感 或腸胃不好的 可以用豆漿代替 了解 為什麼我預算只有50塊 他可以用到200塊 為什麼兩個選手 預算是不同的 沒有 之後他會有跟你講 預算你只有50塊 所以我才用蛋 我什麼都沒有 就蛋跟馬鈴薯 你的人員真的不太好 因為他跟他講說隨便 預算無項錢 他跟我說500 太可惡了 我是得罪了誰了我 我們下次真的可以做說 讓藝人只能用50塊 多少錢 對 多少錢來做出料理 然後牛奶 然後我這個是芝麻 這已經是磨成粉的芝麻粉 所以這是黑芝麻 還是說黑白芝麻都有 黑芝麻 黑芝麻磨成粉 因為芝麻其實對身體也很好 含豐富的鈣對不對 對 芝麻還有什麼樣的營養成分 其實這一杯裡頭 它就是一個高鈣的食物 因為牛奶本身就是鈣質高的 芝麻也是鈣質高的 然後再來就是孩子 其實有些人 有些孩子睡眠品質 也不一定很好 芝麻裡頭有個叫做芝麻素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睡眠品質是好的這樣子 了解 所以你這樣加的話 它芝麻味很重 你有要加任何蜂蜜或什麼的嗎 你很怕味道重的話 其實我時候會加一些蜂蜜 但我覺得蜂蜜有時候 其實現在的鮮奶都有甜味了 如果你加蜂蜜的話 我會怕一早喝太甜 太甜 所以蜂蜜可加可不加 好 我們今天選擇比較健康 就是不加 直接用芝麻跟牛奶 打成芝麻牛奶 其實不用打太久 對 其實我的建議如果說 像要不要加糖這個 其實這一杯 其實加香蕉也很好吃 我建議加點苦瓜在哪裡 苦瓜幹嘛 在那邊去嘛 你看小朋友要喝 這個我想要先喝一小口看看 沒試過 好 來吃吃看 它會鮮奶有點淡淡的芝麻香味 好喝 怎麼可能 真的很好喝 我喝喝看 來 真的好喝 你喝那杯 真的很好喝 我先回家 而且它健康滿分 好喝對不對 對啊 而且重點是原本浩然姐今天 其實只有做法國麵包 所以說我們兩個的預算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這50塊 因為你就是 我跟你講這樣是對的 因為小朋友吃法國麵比較乾 是 他再加飲料OK的 對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棒 好大餐 你好小餐 對 你那個finger food 人家那麼澎湃 你這樣對嗎 OK 因為小朋友胃很小 沒錯 現在小朋友食量很大 對 營養師如果說 準備像這樣子的早餐的話 或者是說他下午的時候 給他補充這個 小朋友補充這個也OK嗎 我覺得非常好 這個當早餐非常的健康 因為你看它那個馬鈴薯 跟這個麵包都是澱粉類 它沒有蛋白質類 它蛋白質會來自於哪裡 就來自於起司還有它的牛奶 這兩個東西 當我們 就是他們其實有做過研究 就是兩個主群 一樣都是有吃一樣的熱量 但是有一組的早餐 是有蛋白質 另外一組的早餐 是沒有蛋白質 結果他們發現 有吃蛋白質的那一組早餐 他們不僅學習效果好 而且下午比較不容易餓 比較不會亂吃零食點心 對 因為現在小朋友 真的很愛吃零食點心 聽到沒有 蛋白質 我的就是蛋 聽到沒有 而且還有蛋白在裡面 好…不要那麼煙消味那麼重 因為你們今天再怎麼炒 其實對你們兩個都於事無補 原因是因為我們都不是 不能加入評審行列 因為待會兒要出場的 就是我們四位的小小美食家 馬上就要登場 到底今天是Jacko爸爸會獲勝 還是浩然媽媽會獲勝 廣告之後馬上揭曉 爸爸… 好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評選時間了 雖然今天浩然媽媽跟Jacko爸爸 吵得一個如火如荼 但是接下來就要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太棒了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有麥克風而已 太棒了 來 給我5 這位爸爸 Ryan Love you 加油… 不要慧弱小孩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你已經有夾了一個Mine 你用兩個Mine幹嘛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評審時間 我們介紹今天的評審委員 首先介紹就是我們的評審長 Jasmine 介紹Ryan Roy Rachel Jacko 你幹嘛加入戰局 你心機很重 心機超重的 好 接下來就是試吃時間 首先我們就吃 因為是Jacko爸爸先做的 不然我們就先吃 Jacko爸爸的這個小小雞 好嗎 這個這個 哪一個是小小雞 聰明小小雞 聰明小小雞 對 這個是聰明小小雞 一口吃下去 對啊 哪一個長得像小小雞 有沒有長得像小雞 慢慢的吃 滾出去了 他的雞滾出去了 他不喜歡到讓它滾出去 那個雞是活的 他是有雞店買出來的 吃吃看好不好 Jasmine Jasmine 你小心喔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他的臉 沒有 你知道Jasmine她是 她是美食家 對 美食家 而且她什麼都吃 而且她一口塞 有沒有看到 很厲害 Jasmine 你怎麼那麼棒 你知道吃完這個小小雞以後 你們就會長得很大 阿姨說 如果覺得不好吃也沒有關係 不用把它吃完 妳好可愛喔 對 那個Rachel Rachel是最挑的 Rachel是美食家妳最挑的 Rachel她還沒吃嗎 她咬了一點點 她咬了一點 Rachel妳幫儀佩姐姐吃大口一點 等一下妳要喝的 好 Vachel 好大口 她很棒 可是她表情好像沒有很開心 她表情好像有點怪怪的 Rachel妳覺得這個好不好吃 好吃喔 我覺得小朋友都好給大人面子 雖然我們每次都說 他們是認菜不認人 但是他們從來 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 就是一人來做菜 他們就說好難吃喔 沒有 小朋友 因為我們今天是公平的比賽 待會兒吃這個小姐 如果投票給的話 她就送妳一個玩具好不好 幹嘛 哪有送玩具啊 不可以這樣 沒有送玩具 沒有送玩具 待會兒如果選這個披薩 要回家要罰站 10分鐘喔 不行 吃披薩就送妳機票喔 好不好 機票他們不知道 吃披薩就可以去動物園 妳喜歡動物園嗎 找機票 妳知道機票喔 妳要送那天去別的地方 好 答對了 雞精 什麼東西 我要抽雞精 不行 不能這樣 就抽雞精好不好 什麼 還沒有 不行啦 等一下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好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不是 這個是浩然阿姨的 對阿姨的 阿姨的是跟這個披薩一起的 阿姨跟這個起司 起司披薩一起 披薩 裡面都是披薩 對 好 披薩 妳要吃什麼 妳要吃什麼 披薩 披薩 好 那我們現在就吃吃看 浩然阿姨做的披薩配牛奶好不好 用手拿沒關係 用手拿的沒關係 妳要幫她用 一貝姐問一下 對 好 妳要自己吃 好多起司喔 對不對 不是真的披薩 它是法國麵包 其實不是披薩 你們真的心機很深 然後渴的話 可以喝這個 可以喝這個 是不是很多起司很好吃 妳吃完了 而且一大口 妳剛剛一定沒有吃晚餐對不對 慢慢咬 好不好吃呢 不會太乾嗎 不會 那妳如果 妳喝 妳不是很想要喝 什麼 這是什麼味道 妳才才看 太大口了 好 沒關係 幫妳擦一下 好吃嗎 好了 我覺得待會兒這個 芝麻牛奶 應該也列入投票 為什麼 如果大家選的是芝麻牛奶的話 就算妳輸 妳不能這樣子 因為裡面沒有放大蒜 沒有啦 它是一個set 請問一下妳的雞雞有放大蒜嗎 我雞雞 妳的那個 這一個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妳說這紅蘿蔔是不是 紅蘿蔔 它是一個set的意思 妳知道嗎 什麼味道 妳說什麼 它是什麼味道 巧克力 妳猜猜看 牛奶 然後裡面有加芝麻 妳知道什麼叫芝麻嗎 不知道 芝麻就是巧克力的哥哥 一點一點的東西 不是 重點是 肉依妳為什麼會這麼問 妳覺得這個好喝嗎 好喝 好喝喔 所以這個就烈潤 所以這個就烈潤 這個沒味道 沒錯 真糟糕 她說沒味道欸 阿姨跟妳說 沒味道的 我們才會瘦瘦得很便宜 妳這樣不要變瘦啊 對 好 那這 那個 Ryan 妳很酸 妳剛剛有喝這個嗎 才不會酥 有 那妳再喝一口給我看好不好 好 來我們來看Ryan表演 喝牛奶好不好 芝麻牛奶 哇 好喝嗎 好喝 好喝 有沒味道嗎 還是有味道 有味道 有味道 裡面有什麼的味道 有什麼味道 芝麻 芝麻 她都有在聽我們說話 對 問Rachel Rachel好愛吃喔 Rachel好愛吃喔 很乖的吃 而且Rachel吃的還蠻 Jaco哥妳幫我問一下Rachel好了 麥克風給她 她妳的那個小雞雞她都沒有吃喔 Rachel 妳是不是覺得這個披薩很好吃 還是妳覺得這個披薩很難吃 所以妳要用這個把味道洗掉 不要亂問啦 不能這樣攻擊 對啊 不攻擊 Rachel 一輩姐會問妳喔 披薩好吃 還是小小雞好吃 什麼 小小雞嗎 好 好啦 因為其實小朋友還蠻愛起司 所以其實我覺得 浩然姐加起司的話 對妳來講是 可能有一點小小不公平 不過我們來問一下 我氣算芝麻牛奶 婉萍妳怎麼預測 妳剛剛有吃這兩道料理嗎 我剛剛兩個都有吃 對 那妳預測看看說 到底是Jaco爸爸會獲勝 還是浩然媽媽會獲勝 因為我們是用一組來看待 對不對 那如果用一組來看待 我覺得啦 可能那個 就是披薩的那個 加上芝麻牛奶的那個 的獲勝幾率比較高一點 真的假的 我來吃一下那個小小雞看看 其實小小雞的味道很好吃 它那個帕瑪森生起司的那個味道 風格很好吃 我來吃吃看這披薩 你吃它的披薩 沒有 我來吃這個披薩 看妳們吃了嗎 披薩好吃啊 我吃了 我吃了 幹嘛啦 幹嘛啦 不能投披薩 不要再演了 不要再演了 好好吃喔 不能投披薩 我覺得 真的滿好吃的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加哥哥會獲勝 不要安慰妳 我沒有在安慰妳 真的嗎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有兩個都有 好 等一下 我們先讓他們來投票 好 接下來就是投票時間囉 這個是小小雞 這個是披薩 那我們數1 2 3 你們就要投票囉 好囉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到底小朋友會投給誰呢 1 2 3 變心 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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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跳 不要跳 好 停 停 停 所以其實 停 是一半一半 是一半一半對不對 它會不會搞不清楚投票 等一下 沒有 他們知道 這明明就很明顯 好 等一下 所以 你們是覺得兩個都好吃 對 是覺得兩個都好吃的請舉手 其實兩個都好吃 如果平手的話 讓我自行宣布 我獲勝了 真的 對 對 對